嗨,大家好,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定投十年财务自由 主要是告诉你这本数的精髓 投资一只指数基金,来增加你的财富 在这之前,我要告诉你关于这两个国家的事情 他们的起点都很高,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第一个是脑鲁,一个是挪威 脑鲁是世界上排名最后三位的小国,素有天堂之岛之称 由于灵矿资源丰富,脑鲁人基本不需要工作 医疗、教育、住房、水电都是免费的 但这种日子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 因为诺鲁人不会管理他们的收入,他们会胡乱花钱 本来他们还想着能开采150年的灵矿 没想到20年后就全部用光了 只能靠变卖家产来维持生计,非常的凄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挪威是另外一个很小的国家 与脑鲁一样 挪威也是一个以石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 为防止石油耗尽,自1990起 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退休基金 这个基金旨在把挪威的石油收入转变成长远的利益 从而使世世代代积累财富 挪威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这是真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 该基金每年的回报率高达8%,其规模已超过一兆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退休基金 挪威人口超过500万 也就是说 每人投入了将近20万美金 也就是100多万人民币 此外 该基金也是一种积极的投资 你看 同样的两个国家 在金融方面的选择 却会有很大的区别 在我们的生命中 这两个民族是完全不同的 一种是赚到的钱 很少去想靠自己的收入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而另外一种人却是有节制的 知道把自己的所得变成长远的利益 你希望变成什么样的人 很明显 属于后者 所以 我们是否可以把工资收入转换成挪威的财产 当然 这也是有可能的 本书重点阐述了基金投资的方法 教会我们一套小白都可以用的理财技巧 让我们在金融方面走得更远 作者笔名为银行螺丝 是知名投资网站雪球的大V 同时也是央视和北京电视台的投资部特邀嘉宾 多年以来 笔者对指数型基金的投资思想 进行了大量的记录与交流 很奇妙的是 那些认同他的观点 并且在两年内一直坚持投资的人 95%以上的人都在赚钱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 罗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战斗大师 他不但有这个本事 还会给所有人带来收益 这本定投十年财务自由 是笔者多年的投资经验 专门为初学者量身打造的一本指导书 可以让初学者在最短的时间里 迅速地掌握投资的基本技巧 在简单介绍了本书的作者和基本情况后 我将会从三个方面来为您详细讲解 第一个要点 指数型基金是什么 怎样才能确保投资回报的稳定 第二个要点 如何对指数基金进行投资 第三个要点 如何为自己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方案 来达到自己的投资目的 首先来说说第一点 指数型基金是什么 怎样才能确保投资回报的稳定 在解答此问题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基金是什么 基金是许多投资产品的集合体 当你在一种基金上投入资金 就像是在聘请一名基金经理 为你提供资金 当然 也会有人跟你一起投资 他们的投资总额就是你的资金 基金管理人会根据自己的专长 挑选适合自己的投资品种 然后在合适的时机买入或抛售 从而获利 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想 如果我把钱都交给了基金经理 我怎么能保证他的资金 能达到让我全身心地投入资金的地步 事实上 他也不敢肯定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 那么就会让投资者赔钱 于是 有人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法 指数型基金 指数是一种特殊的组合 这是一种基于某种规律 通过各种不同的金融产品的平均数 进行计算的一种投资战略 正如投资人经常说的 别孤注一掷 指数基金是根据特定的规律 对各种金融产品进行合理的配置 以减少风险 而基金经理的职责 就是要按照指数来操作 在此背景下 基金管理人的能力 对其投资效果的影响较小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股指的上涨和下跌来判断 我们是否在赚钱或亏损 不过你可能会想 既然我们降低了基金经理的影响力 那我们怎么才能确保股票价格的稳定 事实上指数基金之所以能够保证投资回报率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好处就是长生不老 股指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股票不一样 股票的后面是一家公司 公司倒闭了 对应的股票就会消失 指数通常是一组股票 在其中可以随时更新的股票 一旦一个或多个股票消失 就会有新的股票被填补 所以股指会一直保持下去 第二项优势在于长期上涨 指数是指股票的平均数目 也就是说 当我们选择的指数上升时 整个股市都会上升 从宏观角度讲 只要整体经济大环境改善 大部分时间股指都会走高 例如美国知名的道琼斯指数 包括美国纽约股市 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司 股价从100个点 一路飙升到现在的2万个 涨幅超过200个 第三大优势是成本低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会有一笔管理费 这是一家基金公司的主要收入 与普通基金相比 指数基金的成本较低 通常为0.6%至0.8% 而普通的股票基金 则为1.2%至2% 也就是说 我们每买一只指数基金 每年要交1万元的费用 就会比普通的基金少10块钱 甚至几百块钱 如果我们省下这一笔费用 就等于间接地提高了 我们的投资和利润 正是由于这三大优势 我们只要把握好投资策略 就能在短期内获得稳定的回报 在介绍了指数基金的基本原理之后 还有什么指数值得投资 这是关于指数的分类 通常可以将指数分为投资领域和投资战略 按其投资领域划分 可将其划分为广度指标和产业指标 而宽基指数则是指可供选择的品种非常广泛 并不局限于一个具体的行业 例如上海 深圳两家公司精选的300家护身300指数 其市场表现也可以更好地反映中国的总体经济状况 中正500指数是由中正指数公司研发的 剔除了护身300指数300家公司 剔除了一年内每天300强的公司 然后选出了每天500强的公司 这两种指标都属于典型的宽基指数 宽基指数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股票选择的范围很广 而且数量很多 所以波动性很低 不会因为一个或者两个公司的变动而有太大的波动 说完了广基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工业指数吧 行业指标顾名思义 反映了一个行业的发展情况 包括石油、白酒、汽车等 产业指数与宽基指数相比 受到产业的影响较大 就拿石油来说 在某一段时间内 如果有新的技术涌现 让整个产业的效率提升 那么这个产业的指数必然会暴涨 反之 当某一段时间内 石油产量过剩 工业出现衰退 那么该股的股价就会跟着下降 产业指数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发展趋势 具有很大的波动性 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大多数新手都会选择一个宽基指数 除按投资领域划分外 也可按投资战略进行分类 从投资战略的角度来看 指数基金有两种类型 市场价值和战略价值 所谓的市值加权 就是根据股价的大小 给股价进行加权 股价就会越高 例如 一家拥有50只股票的公司 市值为2万亿 而这一家公司的市值为1000亿 而另外一家则是800亿 1000亿的股份就是5% 而800亿元的股份 则占据了该指数的4% 这个4% 5% 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 而战略权重 就是根据不同的方法 来确定股票的权重 也就是所谓的智能贝塔指数 就拿分红指数来说 并不是根据公司的市值来决定 而是根据股息率来决定的 股息率愈高 加权愈高 反值愈低 相对于市场权重 策略权重指数较低 有些指标更为复杂 作为一个初学者 你最好选择一个有价值的指数 不要去买你不认识的 看不懂的股票 好了 前面的事情就结束了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刚才说过 指数基金 就是用投资人的资金 来投资某一种指数 指数基金具有三个优势 即长生不老 长期增长和成本低 因此可以确保稳定的回报 根据指标的不同 可以将其划分为 广度指标和产业指标 并将其划分为 市场权重和战略权重 接着 我们将会讲到第二个要点 如何投资一只指数基金 在进行投资前 我们要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指数型基金 为了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指数型基金 我们必须先决定 选用什么样的指数 以护身300为例 其发展相对平稳 波动性较低 是国内大型上市公司业绩的体现 如果我们倾向于低风险 稳定的收益 那么我们可以在护身300指数中 进行投资 而中正500则反映了一批中 小型企业的成长 所以 其波动性比较大 盈利和亏损也比较大 如果我们愿意冒更大的风险 追求更高的收益 中正500是最好的选择 另外 有很多与具体产业相关的产业指标 具有各自的产业特征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灵活的选择 当然 我们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内 进行多项指数的投资 从而拓宽投资范围 分散风险 选择了这些指数 就会发现 在这些指数下面 都是由不同的基金公司研发出来的基金 有的只有几种 有的只有数十种 我们应该怎样做 这本书里有三个小窍门 你可以借鉴一下 第一个秘密 一直超过一亿的资金 基金的规模是指其持有的股票 债券 现金等的总资产 一般而言 我们不会把那些过于小型的基金纳入考量范围 由于资金规模过小 其运作费用也会相对较高 比如 一百万的投资 百分之一的投资 十几亿的投资 百分之一的投资 这些成本最终都是由投资人自己承担 如果投入的越多 利润就越少 另外 如果基金规模过小 将无法承担费用 将面临被清算的危险 清理并不意味着 让投资者赔得一干二净 但这件事本身就很麻烦 对我们的投资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 我们应该选择大的投资 一般情况下 一个亿以上的基金是最好的 这种规模以上的基金 可以将成本和收益都考虑进去 不太可能出现清算的问题 第二个秘密 便宜 我们之前说了 管理和托管是要收费的 对于不同的基金产品 其利率常常会有差异 在投资界 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节省 所以 我们在挑选基金时 可以登陆基金公司的网站 在网站上搜索基金的产品 然后在其网站上 找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和定期报告 其中会有关于基金的管理费 我们可以从这些商品中 挑选出价格比较便宜的商品 特别是在投资金额 比较大的情况下 更是如此 第三个秘密就是 跟踪错误很少 跟踪错误 是指基金 跟踪指标之间的差异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指数是一组股票的平均 通过某种运算 这些股票 和它们的权重会发生变化 而指数基金要做的 就是跟踪市场的走势 但资金是由人来管理的 一旦指数变动 资金跟不上 就会有偏差 误差愈小 则基金追踪指标预 仅投资错误的几率欲低 在介绍了怎样挑选指数基金后 我们再来看看怎样选择适当的投资方法 本文将重点阐述三种投资策略 第一种叫做汇定 是一种以平均为基础的投资方法 所谓的均线 是以最近一段时期内的平均价为基础 划出的一条曲线 我们都知道 投资的目的就是把基金低价买入 高价出售 从中获取利润 均线是指一只基金的平均线 我们按照均线 如果你的资金在均线之上 我们就不投 如果你的资金低于平均线 那么我们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但是 要知道汇定投资最好的投资对象 是护身300 中正500和创业版 其他指标的发展趋势 与平均线不相适应 未必适合汇定投资 其次是投资的第二种方法 价值平均数 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 美国出现的一种投资方式 简而言之 就是要设定一个指数基金的成长率 比如 我们希望我们手中的资金 能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上涨 第一个月 我们买了一只1000元的指数型基金 第二个月 我们的账户上的资金已经缩水 现在只有950元 根据方案 指数基金必须持有2000元 因此 我们将继续投入1050元 因此 我们在股票市场上拥有2000元的指数基金 因此 到了第三个月 我们的目标就是3000元 开利账户 建指数基金上升 目前已持有指数基金2200元 所以 第三个月的投资 只有800块 这是一个价值平均数的战略 它的数额增长速率 可以是每月的增长 也可以是每月的百分比 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方式 比如10年后 我们需要100万元买一套房子 那么我们 就可以制定一个投资策略 让我们的资产 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 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讨论 第三种固定投资的方法 估价投资 这是一种组合投资 和指数基金价值的方式 估价 也就是估价 对于一只指数型基金而言 往往是一种较低的价值 也是一种值得购买的投资 当然 要决定一只基金的回报率 并不容易 所以要借用所谓的收益回报率 这个概念 股神巴菲特 就是这么做的 利润回报率 是指公司的利润 除以市场价值 这意味着 如果你购买了一家公司 那么该公司一年的利润 就会为你带来回报 越是高的利润 就代表着公司的价值 也就意味着公司的价值 会更高 通常 如果获利回报率超过10% 就可以进行投资 如果利润低于10% 超过6.4% 则不能进行投资 也不能出售 在获利回报率 低于6.4%的时候 就该抛售 比如 一家公司的利润是1000万 而公司的市值是8000万 那就是1000倍 8000倍 也就是12.5% 然后继续投资 价值定投的优势在于 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资金价值 做出比普通的投资战略 更为精确的决策 说了三种投资方法 然后再谈一下何时抛售 在投资界 有一种说法 会买的人 就是会卖的人 这就是在强调 不管你的基金 选择得多好 股价上涨得多快 只要你能把它卖掉 你就能赚到你的钱 如果因为一时的贪婪 错过了出手的机会 那可就亏大发了 那要如何才能买得起 下面我们将介绍两个途径 第一个方法是收益止损 这是一种最常用的卖出策略 就是在你所持有的一只基金的收益 符合你的期望之后 再将其抛售 比如 我们投资了一只护身300指数基金 它的指引是20% 当它的价格超过了12万 我们就会停止销售 指引收益率的优势是 操作简单 收益稳定 当然 这也有其不足之处 即指引设定的问题 如果指引太高 就会有一段时间没有卖掉 太低的话 就会被频繁地抛售 所以 设定指引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讲了一遍后 我们再来谈一下 卖出的第二种方式 估价指引 我们之前说过 指数型基金 是有其自身的投资价值的 当价格比实际价值低得多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低估值 此时应当买入 反之 若价格超过其价值而被高估 则应予以抛售 这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止损方式 这个抛售策略 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在牛市中 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从低估值到正常估值 从普通估值到高估 每个地区的涨幅 都在30%至40%之间 不过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这种做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因为牛市并非总是存在的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要实现30%的投资回报 通常是2-3年 但要等到牛市 往往要六七年 甚至更久 这就需要很大的毅力 所以 该抛售方式更适合长期投资 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 至此 本书的第二个要点已经结束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本文从 怎么选 怎么买 怎么卖 三个方面 对指数型基金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选择基金时 要选择与自己 需要相匹配的指数 然后选择规模较大 费用较低 误差较小的品种 在购买基金时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投资对象 分别采用会定投 价值平均 价值定投等策略 在销售基金时 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忍耐力和收益需求 选择收益止盈或估值止盈 接下来 我们将讨论第三个要点 怎样制定一个全面的投资方案 我们已经谈到了很多关于定投的想法和方式 我们将会用它们来制定一个投资计划 具体来讲 这个方案分为五个阶段 我们将一一介绍 第一个步骤是制定一个目标 我们做事 总要有一个目标 固定投资也是如此 有了明确的目的 就可以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为 定投的目的 是为了决定 我们打算用这笔资金做些什么 需要多少资金 例如 我们有一个十岁的小孩 要为他的大学生活做好准备 我们要从计算儿童上大学的花费开始 举个例子 假如一个小孩四年要花十二万元 一个十岁十八岁上大学 那么我们定投的目标就是八年之内 靠投资赚到十二万元 在制定了目标之后 接下来就是下一步 对资金流动进行梳理 看一下你每月可以投入多少资金 假如一个家庭 每月扣除一切开销 可以拿出一千元来为子女的教育投入 我们可以计算出 这一千块钱不用来投资的话 可以在八年内攒下九万六千元 我们的目标是十二万 除以九万六千的本金 我们的理财目标是百分之二十五 在对资金流动进行梳理 确定收益指标后 接下来的步骤是选择指数型基金 前面已经提到了 不同的指数基金 不同的定投方法 都会有不同的特征和回报率 现在我们要为子女做好教育基金 可以选一些相对稳定的指数 例如护身三百 在确定了指数之后 按照上面提到的三种选择方法 选出一支合适的指数基金 选定了一支基金 接下来就是第四步 选定一条投资通道进行定投 我们一般都是从银行 蚂蚁财富 天天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 在我们决定投资之前 我们也要决定好自己的投资战略 对于护身三百指数基金 我们前面所说的三种投资策略 你可以在其中任意一种投资 但是在选择抛售策略时 对于八年期的25%的收益率来说 最佳的方法是收益止盈 因为估值止盈的方法 收益很高 但要等一个牛市 一般都要七年 而我们的投资期限是八年 所以风险很大 这样一个完整的方案就制定出来了 为了让孩子在八年之内拿到12万元的学费 每月投1000元 用会定投 价值平均或者估值定投 然后用收益率止盈法卖出 当然 制定一个可行的投资方案 并不是最终目的 一项好的规划并非一成不变 它需要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完善 这就要求完成第五个步骤 检验和优化 在定投时 要有一个固定的投资记录 便于日后的总结与检讨 指数基金的投资历史 指数基金的种类 操作方法 指数基金的价格 估值等基本信息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投资策略相结合 来优化自己的投资策略 比如 我们可以根据每月的定投数量和市值 在股价低的时候买入 在股价过高的时候 卖入 或者是抛售 从而提高公司的投资回报率 另外 还有一个小技巧 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投资 制定好投资计划后 你要把这个计划告诉其他人 包括指数基金是什么 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它的基础是什么 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让我们在制定投资计划的时候 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如果我们制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和明确的投资路线 那么 我们就能获得一个很好的长期回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本书 旨在为刚入门的投资者 提供一种简单 简便的投资策略 首先 介绍了基金的概念及其特征 所谓的基金 就是一种由投资人出资 由基金经理来投资的一种金融工具 指数基金具有长生不老 长期上涨 成本低等特性 因而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其次 提出了一种指数基金的投资方式 即首先要选择一种具有较大规模 较低成本 较低误差的投资品种 在购买基金时 应依据不同的投资目的 选用会定投 价值平均 或价值定投等投资策略 在销售基金时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忍耐力和收益 选择收益止盈 或者估值止盈 在此基础上 对制定投资目标 梳理现金流 选择指数基金 选择投资渠道 以及对投资进行优化等步骤 进行了梳理 定投十年财务自由 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关于金融的知识与方法 并为我们在投资之初 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希望大家在读完之后 也可以将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尝试着将自己的薪水变成自己的财产